1月21号 最近为央视春晚紧张排练的我们乃园 大杯夜也是猝不及防的上线 说起了自己一段童年趣事 小时候换牙齿 不小心把自己的一颗牙齿拖了下去 我们的天龙哥 这活力活现的小眼界也是笑云本了 好吧 那我就跟大家讲讲 我第一颗牙齿到哪里去了 当时我掉第一颗牙齿的时候 没错 就是这一颗 这颗帅帅的牙齿 当时掉了 我就含在嘴里 我想我掉牙齿了 我老了 我不行了 但其实也没有什么事 然后我就开始哭 然后就这个吸气的时候 咽了一颗口水 然后牙齿就吞进去了 然后我就哭得更大声了 我把牙齿吞进去了 我要挂了 然后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痛苦流涕的我们圆崽子 真的是太可爱了 而这么激萌的宝宝 也是激起了星马粉们的创作欲望 比如这套超凶的表情包傻的 真的太有收藏价值了 随后我们的圆圆也是被甩出了一段 在节目中 尬广山舞的小滑雪 猛果浪新闻 吞下牙齿的圆哥 不怕不怕 报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